今天早上我們起床的時候呢 就有看到蠻多就是他們的粉絲 因為他們有印度的粉絲 然後他們在外面等我們 然後現在Holly就可能在寫一個 很貼心的一個Tweet 告訴他們 麻煩就是可以保護好我們的隱私這樣 昨天晚上有一個人 他們用Twitter然後Tweet出來一個東西 我們現在住的地址 我以為他們走了 結果還沒有 OH MY GOD 如果是真的有來 謝謝你們熱情 真的是非常感謝你們熱情 但是問題就是 我們可能還需要保持那個 我們個人的飲食 因為今天有計畫 沒辦法 就一直停下來 可能跟你們拍照之類的 那我相信其實大家 不會找我 因為沒有印度的沛隊 但是就他們啦對不對 就是我們也要去看看印度 我們現在來到這個叫做 Sanjay Gandhi的國家公園 剛剛進來的時候已經有人想要賣導覽在這個公園裡面 我們就本來是不想要去 但是剛剛在地圖看到 其實如果想要去那個Cave裡面 要大概6公里 6公里太遠 現在太下 所以我們就回去找那個人 看看能夠跟他殺價 所以你想要Activa 2Villa 我們只是想要去那個Cave C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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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這個車 每個人400公里 每個人400公里 Cave是50公里 50公里 50公里 8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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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時候 這個車開始 你等待 4公里 那時候 他已經提供了 那時候 你想要Activa 2Villa 2Villa Activa 我提供了 我提供了 我們在每個地方 我們在每個地方 有6個地方 我們只想要去Cave Cave Cave 謝謝 謝謝 我們走吧 好 你們聽到了 我應該有翻譯到 但是 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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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6公里 進來了 結果 他們回來跟我說好 那 每個人100 然後就可以上去 那個Cave裡面 我們說 OK 好啊 那就去 你們準備好了嗎 對 好 現在 1.07分 看看這個車 到那個Cave 要多久 好 400塊 上來 上來就等於台幣200 還OK 剛剛真的很遠 6公里 11分鐘 有一小蛋 剛剛真的是嚇死我們 但我們終於到了這個 Can Harry Cave 現在上來到這個Cave 還是要走一點點的樓梯 但我覺得沒關係 剛剛我們 就是總共 400 路比嘛 可能有些人覺得 啊 他來騙你啊 很貴啊什麼什麼 我不想要想 他其實可以更便宜 因為他可以更便宜的話呢 我的感覺就會 喔 我們就被騙了 但被騙的感覺 就不會那麼開心 所以就想 喔 我們沒有被騙 好好的旅遊 我跟你們說 Zoe是 因為她是澳洲人 所以Zoe最了解動物 然後Zoe說 Don't look at monkeys in the ice 因為感覺好像 你要跟牠 戰鬥的感覺 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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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像 única unfounder, 相в讲和秘密我 pous blog vienen - 我懵ngger dan poe - 你必须不備我 - 可不可以我 - 我懵ngger dan poe - 我懵ngger dan poe - 我懵ngger dan poe 漂亮 漂亮 你看 這裡很舊 非常老 那個是我們的保安 他在保護我們 我們現在現在在爬這個洞穴 好累 好熱 其實有一點讓我想起希臘跟義大利 一點點的感覺 那我們主要是要走最上面 因為有一個團體站 我覺得還蠻酷的 找到一些些洞 然後就變成他們的家 這個東西就是下雨的時候 然後水會這樣下來 下來 下來到那個地方 三十米 所以很多 這樣就可以喝水 我們現在突然有一個 是在這裡的管理員 他就開始給我們一個導覽 很可愛 那他解釋這裡以前是很多和尚在這裡住 從二時代的BC到十一時代 所以總共一千多年 他說現在的話呢 上面那個山有很多豬 在颱風天的時候會有很多水在這裡 然後豬會來這裡喝水 所以要小心 像剛剛那種房間裡面 晚上可能會有很多蛇在那邊睡覺 所以經紀師我就 喔 喔 可能有蛇嗎 嗯 好吧 那我可能不進來好了 這個地方超級大 這個是我們目前看到最大的一個房間 我剛剛那個導遊 結果到最後他還是要我們捐一點錢 所以有一點看透 但是也沒關係 因為我們也蠻享受他剛剛解釋的東西 然後重點是剛剛他有帶我們做一個 反正那個meditation 反正那個meditation之後 真的有稍微安靜下來 很不錯 這整個地方真的是一個 比較religious的一個地方 因為以前很多和尚嘛 所以真的有感覺到 很多 很多猴子在這裡 我剛剛前面沒有跟你們講 但是這裡要門票進去 如果你是印度人的話 25塊 如果你是外國人的話 300塊 300 他問我 我是哪兒人 差不多想要說我是印度人 但沒有 我沒有說 沒關係 我們今天去的那個公園 還蠻特別的 因為它真的就在夢買的這個城市中間 但它這個公園真的很大 所以你一進去的時候 就完全沒有任何的聲音 感覺好像是你在另外一個城市 在這個整個旅行當中 我覺得今天是最放輕鬆的一天 因為前幾天都可能一直拍啊 然後玩寶可夢啊 然後一直動一直動 然後真的我們都一直在剪片 那麼一點點的三分鐘 突然間整個身體好像鬆了 然後好像找到一個平衡 找到你的平衡 那一樣 一出去就回到城市裡面 我覺得大家如果一直忙東西 可能忙工作 或者忙家庭的東西 忙學校任何東西 你煩惱的東西 有時候我覺得 要真的稍微停下來 稍微吸一口氣 想要傳達的一個重點 就是活在當下 想要提醒一下你們 基本上就這樣 我們明天是印度的社群日 如果還沒有看的話 可以看 這裡有連結 我是有先上傳 因為寶可夢你也知道比較即時 接下來就會有我們最後一天在印度 所以大家可能稍微要注意一下 接下來的影片還是會有更多 尤沛印度的影片 所以大家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 記得按個喜歡 更喜歡就分享 想要收到最新影片通知 以及加入沛隊 那就訂閱 你最棒 記得按鈴鐺 喔 這裡沒有 這裡 下面的影片 下面的影片 我們會見到 我們會見到 再見